击打瓜拉吉迪一名71岁的印裔独居老翁 昨天疑似在住家被歹徒杀害 警方证实已经逮捕两名男性嫌犯 从谋杀角度调查案件 华林警局主任三苏丁指出 警方今天凌晨3点在瓜拉吉迪 逮捕了两名23岁和25岁的男嫌犯 这两人相信是潜入老翁的住家盗窃 不止捆绑老翁的手脚还将他勒死 邻居家的B6电视也拍摄到了两名选犯 离开老翁的住家 警方今天早上把两人押上了西线推示厅申请严扣 并援引刑事法点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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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